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jsonp的服务器 写一个jsonp的服务器 这个jsonp的服务器我把get的服务器拿过来 靠过来 放这里 然后把其中的这个部分改了 改成3003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们也不管了 也不处理这一块 这里的服务当中 我把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删了 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是cross跨域 是吧 如果没那一句话 我们普通的通信行不行 行不行 不行 是吧 是不是不行 好 我先把这句话 我先把这句预注释掉 这个仍然在这里 那安连克斯通信 这个jsonp通信是利用什么模式来通信呢 jsonp通信利用的是我们的script标签来通信 script标签 script标签 我们在这里使用新建的一个script 等于一个document.document.coate element 创建一个script script 这是创建了一个script的到我们标签 这个能理解吗 创建了一个script的到我们标签 是吧 然后在这里script script.src等于一个地址 我们先不写这个地址 然后document.boate 我们把这个script放在这个boate中 写这个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src script.src 按理来说它是应该嵌入一个什么 嵌入一个script的地址 是不是 嵌入的文件是一个js文件 对吗 按理来说嵌入的是一个js文件 结果我没有嵌入 我把这个jsonp的地址 嵌入进去了 我把这个jsonp的地址嵌入进去了 我在这里写了一个http 冒号双斜杠 他 然后冒号3003 那么在这里注意 我们这个src地址可以是本地的 也可以是服务器的 对不对 能明白吗 可以是本地的 也可以是什么 服务器的 就是任何网络都可以 是吧 它牵扯不牵扯跨越 你通常放入image去 那个image地址 牵扯跨域吗 是不是任何地方的图片 我们都可以放上去 是吧 script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任何地址的script 都可以放进去 听清楚吗 所以这个时候 它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域的概念了 就是你任何地方都能放进去 没有域的概念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里 给了一个A等于一个3 然后暗的B等于一个4 这个能理解吧 然后我又紧接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暗的FN等于一个CB 随便 FN等于一个CB 这能看明白吗 就是说我有一个FN的参数 等于CB 是不是 这句话能看明白吗 好 那我在服务器当中 我是不是就可以打印这个 Date OBJ的值了 可以不可以打印 我们试一下在这里 Cosal.log 我们打印Date OBJ时 是不是可以打印出 Date OBJ当中有个A的值 然后可以打印Date OBJ 有个B的值 是不是 还有一个Date OBJ当中 还有一个谁的值 FN的值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好 我们把这个服务开启起来 Jackson P的这个服务开启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服务开启起来了 我先执行这个跨域文件 先执行这个跨域文件 然后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一打开 呀 怎么响应不了呢 响应了吗 有没有这个内容 有这个内容 是不是 有这个内容 哎 怎么还赚呢 因为因为没返回 是不是没返回 所以他转 哎 这里有一个13A4 这是我们A和B嘛 对吗 然后紧接 他现在一直在等待 等待我们 初步突然返回 我们发现这个和 那个什么不一样 这个和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 阿甲克斯不一样 阿甲克斯 你掉弄到走到这儿 他会停下来吗 会往下等吗 会在这停下往下等吗 我们看这 这里打印一下 重新来一下啊 重新来一下 我在打印个A 那我们先看一下 重新看一下 把这个关了 这个也关了 把这个也关了 然后我们重新重新执行一下 我们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A执行了吗 执行了是吧 也就是说 他也执行到这一句话了 只不过 他还在等待对方的 服务器的返回 对吗 那也就是说 因为什么情况 他转 因为他要返回的 一个什么文件 GS文件 等待去服务器 获取这个GS文件 服务器有这个GS文件吗 闭眼睛的同学 服务器有这个GS文件吗 没有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 那我们服务器当中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 给他返回一个 打个比方 我能不能返回一个 Data OBG.FN FN是什么 是CB是不是 是CB吗 我如果返回一个这个 它会是什么效果呢 如果我返回 这个是个什么效果呢 我重启一下服务 重启一下服务 然后我在这执行一下 有一个什么 CB is not defined 什么意思 CB没有定义 那这牵扯差个啥东西呢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我在这里有一个Faction 起个名字叫CB的话 知道吧 Faction起个名字叫CB的话 然后我再重新执行一下 大家会看到 没问题了 是不是OK了 是不是OK了 是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执行了一个什么 函数 是不是 是不是也就是说 我执行了 我完成了这个 调用了这个CB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又没有执行了 没有执行 为什么没有执行 因为它后面差的啥 差的就是括号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CB是不是 这个是啥 加括号的意思是啥 执行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就等于执行一个CB的函数 我们打印到ABCDE 看到吧 现在我们在这里重启一下 这个JsonP的服务 然后打开这个 跨 哎呀 干什么了 打印了 发现过没有 打印了 这怎么这么神奇呢 这是啥 我传过来那个函数名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字幕串 再加上一个字幕串 括号 是不是 再加上一个字幕串括号 也就是相当于我执行了一个 我返回这个CB括号字幕串 你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不是就等于说我返回一个CB字幕串括号 好 现在有同学不理解啊 如果不理解我们可以这么写 我在这里有一个就有一个叫做callback callback的函数名 有一个叫callback的函数名 我们在这里返回了一个啥呢 返回了一个双引号 然后callback括号 我返回了这个字幕串 是不是 这个字幕串将会被当成一个GS 将会被当成一段GS 返回给了谁里面 这个SRC里面 能理解不 这样 我们把这一句话执行一个callback callback B-A-C-K括号 我们把这句话写成这样 那么这块会不会打印A B-C 会干什么 会报错是吧 因为没有这个callback 是不是 但是我们如果说写的地址当中 执行这个 由服务器返回一个callback函数 它就等于直接将这个callback函数 放在什么里头啊 放在这个script里头啊 是吗 放在script里面了 因此它就会执行谁啊 我们这个A B C D 这里没 这里这个东西没打印 没有 不打印它 重启一下 好 来看 是不是就执行A B C D 是吗 这里可以理解为 这个就是去掉入了一个GS 然后GS里面具体写的啥 就是什么里头返回的 就是这个里面返回的内容 别蒙了啊 我把这个重新再来一遍 有晕了 来 再来一遍啊 你看啊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 在这写了一个script script里面有一个faction叫做callback callback 看到吗 然后在这里我又写了一个script 这个script里头执行了一个啥呀 在后面写啊 我们在下一个script里面执行了一个啥 callback 这样写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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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写的一个script里面有个callback 是不是 底下就我写了一个script 然后执行了个callback 这样写行不行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的 这个有没有问题 先看这一段话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添加script以后 我们服务器返回的内容 将会变成script里面的text content 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 当我们添加 我们添加了什么呀 当我们在script当中 当添加一个script script 这个dom标签时 标签时 标签时 当添加一个script dom标签时 那么 这个标签的src 指向的地址中 就可以取回 取回谁呀 取回 取回 一些方法 放在 放在script当中 script当中 script当中 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好 我把这句话先注视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这里是不是一个script的标签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外面呢 在我们这个外面 在我们这个外面 来写了一个gs的文件 加 在这个 这里面写了一个gs文件加 在gs文件加当中 我写了一个gs 这个gs叫做a.gs 能明白吗 a.gs当中 我们执行了这个callback的函数 那我们说如果就直接这个a.gs 没有加载这个a.gs 能执行吗 因为没有什么 没有callback这个函数 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这个 所以我们会在上面这个语句放入了以后 我们会在这个语句放入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一个VR script 等于一个 document.create.advent 创建一个script 然后这个script.src 就等于一个 什么呢 点斜杠gs下面a.gs 这个能理解吗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document.boarded.append.chart 来把这个script放在里面了 看到了吗 那么这样放在里面以后 这个script里面的这个 谁就会执行 是不是这个里面的callback 这个这句话就会执行了 会不会 会吧 那么会执行 是不是就会打印一个完成这个意思 好 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下 看是不是会打印一个完成的意思 打印了 打印了 你可以理解为 那么这个我去调用a.gs时 a.gs里面给我返回的一个callback函数 执行方法 就是我去调用这个gs文件时 这个gs给我返回的一个这个字符上 可以理解吗 可以吗 可以吧 这句可以理解 那我们后面就可以理解了 来我们把这个再封住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 那也就是说我们回到这样的语句当中 也就是说 我不管我调用的是不是gs文件 只要你里面能给我返回一个callback这样的内容就行 能理解吗 能理解是吧 所以说我执行它 如果杰森P当中给我返回一个callback这个方法 这个内容是不是就跟这个一样 它返回过来也就是进入到我们的script里面 对吗 因此我们执行时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一样它也能够把那个谁打印了 也能够把那个字打印了是不是啊 ABCDE打印了对吗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就是使用script 我加载过来以后 是不是就等于把它干什么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把它添加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等于把这个这个这个谁的内容添加上了 把这个字的内容添加进去了 对吗 那添加进去以后 这里的actorscript当中添加进来值 就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当中 也就是等于说 我这里执行了callback 这一句话能理解吧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前后端不一定知道前端你要执行的这个就叫callback 对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带入一个什么 变量 是吗 带入一个变量 因此我在这里既然能带A等于3和B等于4 那我们就能带入什么呢 FN等于一个FB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callback 能带入这样子吗 FB等于一个callback 是不是 我也可以不叫callback 我可以叫个别的名字 可说就站起来 比如说我叫show show什么呢 show比如说s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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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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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是啥 那是谁 result L 就这个啊 我这改个名字叫他 那我是不是这个就不叫callback了 我就是不是叫个result 那当我们把这个s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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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这个jsonp里面 他带进去是什么 什么参数 FB是不是 因此我在这里是不是就直接执行dataobj.fb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那个参数名 然后我们再加个什么呢 括号 因为加括号就是才能返回函数名加括号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重启以后 那就会直接执行到我们这个名称了 我们看一眼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执行了 看看执行了吗 执行了 那你说 那怎么带餐呢 怎么传餐 我只是执行了 我能不能传餐呀 你刚才这里把a和b是不是传过去了 我们想把这个a加用时b加用时 加完的结果再传回来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传呀 那就是括号里面是允许传什么的 传参数的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点加加 双引号 加加 然后里面就可以写 data obj.a 明白吗 然后再是加上一个 逗号 再加上一个他 再加上 data obj.b 为啥要加逗号呢 参数是不是中间都是加逗号的 它也是字母串的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回到跨域当中 这个是不是可以有一个a的参数和b的参数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印一下这个a参数和b参数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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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重启 没 啊 服务重启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结果 他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什么样 化育的 这种方法就叫做jason p 听听了吗 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一再拆解拆解 一点点让大家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了解什么呢 我们的script上面写一个script里面有函数 底下执行这个是可以的 对不对 其次我把它拆解成这有一个script 然后里面我给他加了一个 当你掉用js时 是不是js里面有什么 他就会执行什么 对吧 第三个我们再回到这里 这个script如果给的是一个外链地址 那只要那个地址返回的是某个js 那我们就执行的那个js插柱 听清楚啊 最后我们可以理解他传参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jsmp jsmp 好 那给大家 一点 一点